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繼續和大家講娛樂新聞 關於蔡國威和韓君廷的事件 蔡國威和韓君廷兩人由亞視年代已經認識 相當歷史悠久 相當好朋友 女方韓君廷去年3月更搬到蔡國威的住所同居 因而傳出緋聞 不過當時兩個人說只是好朋友 沒有交代太多 直至上星期韓君廷公開承認申請破產 早年為他病了的媽媽醫藥費 背下6位數字的巨債 加上疫情之下很多人都失業 說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決定破產 正以為他破產後會繼續和蔡國威同住省租金 但想不到最近遷出單位寧願住劏房 韓君廷就說從來都沒有白食白住 想不到蔡國威在他破產後反而在言語上迫遷他 有IG unfollow他等等 令他大為失望 說20年的友情正式決裂 兩個人的社交平台都將過往的合照刪除了 對於韓君廷的指控 蔡國威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反駁 以韓君廷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的四點逐一反擊 揭發對方說謊 蔡國威就說 首先他是問心無愧 他只是本住一心想幫好朋友 想著韓君廷可以渡過難關 其實都不是女仔 他都有些年紀 都大我很多年 我想他起碼大我20年 一直回答傳媒的問題都相當保護他 但竟然換來今天這樣對待 所以蔡國威就說要講出事實的真相 提到韓君廷就說蔡國威問他 你究竟何時搬走 蔡國威就說他可以對著燈火發誓 是完全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當日韓小姐親口跟他說 找到理想職業 可以養到自己 然後早一晚跟他說 明早11點會搬走了 就說多謝 這個男仔蔡國威就說 第一日同居開始 公樓水電煤的費用都不用這個女人給 他反而因為對方搬進來 而要額外租用一個迷你倉 去擺自己的雜物 等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空間生活 而韓君廷就向傳媒說 每個月都會給一個四位數字的家用 在蔡國威沒有主持六合賽的期間 更加是給多了錢的 希望他不用捱麵包 但是蔡國威反駁 就說 你那個四位數字就是1000元 你給了1000元 頂籠是1500元 那對於韓君廷就說 蔡國威見到他破產新聞之後 立即迫遷 所以認清楚對方真面目這個說法 蔡國威就反駁 就說這個新聞出現之後 他回答傳媒的時候 都是祝福對方 沒有說到真相出來 其實這一個是能夠fact check 他說這件事 他就說 一個人犧牲自己的私人空間 無條件給你住兩年 就說一開始都打算給房間睡 但韓君廷就說睡廳都可以 就說是他自己不掌進 不腳踏實地 辭職的 原來是 就不是什麼被人解僱 一開始他說是裁員 但原來就是辭職的 就是賴這個疫情 他就說做朋友來說 都叫做人之異盡 原來這個真面目是你不想見到的 這樣說韓君廷 同時他都否認 IG unfollow這件事 他說他沒有做任何動作 他一直都不會做這些小學雞的事 亦都不會 check 誰 unfollow他 這件事令到蔡國威很失望 最後他就說 他要說一句 雖然他不是什麼有錢人家 但能力所及可以幫都會盡量幫 不需要你歌功仲德 但為什麼你要義德報怨呢 韓君廷就是被人踢爆 原來他是自己辭職的 就不是什麼裁員所以失業 後來他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張照片 寫上了一句英文的金句 內容就是說 當我為你而戰時 我再為被騙而戰 戰鬥是理所當然的 為失望而戰 為再次受傷而戰 所以我開始為放手而戰 嘩好有文彩 不知道他講什麼 接著他再留言就說 不想再包容你去說謊傷害他 不會像別人那樣製造新聞 傷害人令自己出位 人生是過眼雲煙 就是只會做好自己去面對未來 兩位都有文彩 一個寫片長文 另外一個寫了一篇不知什麼 我都看不明白 總之很有文彩 所以做朋友呢 一講錢就相感情 你說平時吃喝玩樂 那些聊聊心事 沒什麼所謂做朋友的事 剛剛就一起玩 但是你一去到 可能夾粉租地方 夾粉做生意 或者借錢那些 真是不了 不要亂搞 反正事搞到沒有一個朋友 即他兩個現在這件事 其實很老實講 我們一般人是不知他們做什麼 到底他們誰講真話 誰講假話 我真的判斷不到 但是看到這件事發生 見到他們兩個好朋友這樣反面 即都成二十年的友誼 那你會見到一件事 就是朋友有時候可能真的有些距離 要保持回 即有句說話叫什麼 相見好同住懶 可能就是這樣解 還有朋友真的不可以講錢 講錢是真的會相感情 即你看看他們二十年朋友 二十年 做二十年朋友真的不容易 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年 有些人可能短命一點 可能都是四十多歲或六十歲 二十年真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可惜了這段友誼 即是我覺得錢的那些 真的不是說什麼 那麼大件事 但你們二十年的友誼 就是沒有了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你看完這件事 就覺得 那個男生給他一個地方去住 就算叫他搬走也好 什麼都好 也是一件事 那這個女生又為什麼要屈他呢 或者為什麼他們兩個中間發生什麼事 其實都不是屈的 都不知道他們誰說真誰說假 但是中間還是發生了些事 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都不能夠說他們誰屈誰 即是很奇怪 這件事 對 差不多了 今天 講到你這裡 沒什麼特別 照舊吧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 拜拜